昨日晚间发生了一起旱事 家住在马公暗山的晨曦男子下午出门钓鱼未归 家人苦等多时之后报请消防局协巡 消防局动员救生艇和空拍机搜寻 最后在晚间10点半左右寻获遗体 根据家属指称 65岁的晨曦男子下午2点多 骑着机车出门去暗山海域钓鱼 采用的是水中占水的方式 可是出门之后迟迟未归 他们才赶紧报案 带着消防员前往父亲固定下海的地点找看看 消防局获报之后 动员消防、救护车辆及救生艇空拍机投入搜寻 暗巡人员与民间救难协会也加入支援 连暗山里民也自驾小船在海域寻找 最后是由暗山里民的小艇在马公山港 发现城系男子 城系男子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呈现到院前死亡 肢体已经僵硬 消防员还是尝试抢救 但最后送往医院抢救 结果还是宣告不治 由于昨晚正好是花火节释放场次 马公港内载运游客在海上欣赏花火的游乐船众多 有没有可能是船只经过带齐的涌浪 让城系男子站立不稳才溺斃呢 在地人认为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他是几点出去 两点 两点就出去了 到现在都还没赢 他平常都是同个边 一名钓客坐钓未归 那本局出动 五车 一挺 13人前往海面 坐海面的搜索 那在20 20 23分 发现患者 那在25分 将患者 就上船艇 送到马上港的码头 做急救 那患者已经呈现欧卡状态 那送布立彭武医院做急救 消防局则表示 根据访谈 昨天下午五点多是大退潮 那个时候是不会有船只出入的 但城系男子是何时溺斃 以及发生的原因 还要做进一步的调查 那 那据现场的那个安山李宁表示 那差不多在下午 十七时 是退潮退到大退到底 那 那时候 我们花火节的船只来 也应该 尚未做出海 做这个 海上观看花火节的行情 那详细的原因 应该还要做 做调查 因为你浪太大 因为它站得稳 站不稳的话 因为 就高度嘛 如果海浪一大的话 它踩不稳 它会往后 承信男子采用的钓鱼方式 是沿海区域 常常可以见到的 站立式垂钓 一般来说 适合在平静的海域 但昨天 澎湖气候是 风平浪静 为什么会发生 这起意外 还有待做 进一步的调查厘清 记者 陈荣誉报导 好 这周围 这周围 已经在一起了 一步的调查厘清 所以 在平静内 好像 在平静里 在平静里